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channel 我是Hishiko 这一集呢 我将会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哦 那么至于是什么礼物 然后又要怎么能够赢取呢 那么就要继续观看我的影片了 答案就在这支影片里 那么在上一集呢 我就分享了碳水化物 蛋白质以及纤维的重要性 那这一集呢 我们将要探讨关于脂肪的这个课题 我要说明一下 我不是专业的 我只是把我成功受下来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所以你们不妨可以借鉴一下 也许适合你也不一定 其实人类呢 一天所需要的脂肪并不多 可是我们不可以完全没有脂肪 学会吃好的脂肪呢 能够帮你代谢掉你身体里面坏的脂肪 而且它还能够让你的肌肤变得光滑有弹性哦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选择这个好的脂肪呢 OK 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脂肪的种类 第一 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呢也就是动植物的脂肪 那么如果这个饱和脂肪呢 你吃多了的话 你就会肥胖 然后还会提高逆患那些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的 所以我们要学会去控制它 第二 反噬脂肪 这个反噬脂肪呢 真的是一个大坏蛋 A very bad guy 所以远离它 OK 它不只会让你胖 它还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严重的影响 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个市面上 会有很多好像 呃 比如面包啊 饼干 它们在上面会特别标上 no trans fat no trans fat 就是没有反噬脂肪 所以你在挑选这些方面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一下 尽量选择没有反噬脂肪的 第三 不饱和脂肪 这个就是我们要摄取的好脂肪 不饱和脂肪呢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它可以帮你燃烧掉脂肪 是不是很奇怪 因为脂肪竟然能够帮你燃烧脂肪 那么在什么食品上 什么食材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不饱和脂肪呢 第一 出渣橄榄油 这个呢 你可以就是取代我们平时用的那些食用油 来炒菜啊 或者是做那个凉拌salad 我目前是没有在烹饪的时候额外添加油的 因为现在是进行比较严格的那个饮食的控制 不过如果是一般上你们很像要煮给家人啊 或者是自己要瘦身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稍微添加一些橄榄油 它是一个好的脂肪 不过在你购买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注意有些橄榄油呢 它不适合用来高温烹调 它会写上这个就是适合用来两半的这样子 第二 鱼类 丰富的Omega 3呢 能够帮助你就是维持你的大脑的功能 而且它也是能够帮你就是降低患上心脏病 犹豫症以及失智症的风险 因为大脑呢主要是有脂肪形成的 是不是 我这个也是我在做功课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大脑都是贩子 第三 粗渣椰子油 这个呢非常的神奇 它是能够提高你那个燃烧脂肪的那个通体 然后还可以帮助你代谢 也可以帮助你就是消化以及吸收营养 而且它还有那个消炎以及抗菌杀菌的功能 我曾经一度呢用椰子油来剪汁 帮助我剪汁啦 当然也要配合运动还有饮食 单单喝这个是没有用的 它是能够帮助而已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每天早上起来 空腹的时候我会喝15毫升的 直接常喝 坦白说是有点恶心的感觉 可是那时候就是想要帮助我的脂肪燃烧嘛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这个椰子油的帮助 我那时候的体质率下的还蛮不错的 就是大概喝了那个椰子油一两个星期之后 我的体质率有降下1到2% 可是这个我不敢给你确定 因为那时候我还是有进行一个星期五六天的运动 然后也有好好的控制饮食 可能它真的有帮助我 要注意的是 椰子油的热量非常非常高 所以你不要以为它能够帮你燃烧脂肪 你就拼命喝 那会飞死 OK 那么再来就是avocado 牛油果也就是酪梨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食材 牛油果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脂肪来源 而且它也能够帮助你消水肿 食用方式有很多 我自己本身呢 我很喜欢把它做成就是涂在面包上的酱料 很简单 你只是需要把它切开 然后用叉子压碎 之后呢你就加一些柠檬 柠檬然后再加一点点的那个蜂蜜 然后搅拌搅拌搅拌 然后就可以涂在面包上了 超好吃 OK 然后呢我还会把它就是加进我的salad里面 或者是用它来跟我的那个蛋白粉一起放进搅拌机里搅拌 尤其是巧克力口味的蛋白粉 avocado跟巧克力口味的蛋白粉 然后你再加一些冷水下去 一些搅拌的话 它会变成一杯非常好喝 口感很滑顺的spoon 然后我也是会把它加进我的早餐的cereal granola里面 我觉得早上呢 使用这个avocado是很适合的 因为它的那个热量还蛮高的 然后早上你补充你的好的脂肪 然后再吃那些比较高热量的食物 那么也不会那么担心你的身体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消耗它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你要使用这种好的脂肪的话呢 最好还是在傍晚6点之前使用会比较好一点 再来呢就是我受生期间不可缺少的坚果以及种子类 这个坚果和种子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脂肪来源 它不只提供好的脂肪它还给你很多维生素以及叶酸 适量的吃它能够帮助你减肥 但是过量的话你肯定会发胖 因为它的卡路里也是非常高的 热量这么高 然后就这么不可或缺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使用它 怎么去控制它的量才不会发胖呢 OK 我稍微有做一些功课啦 专家有说啦 大概每日食客的坚果最佳 比方说如果是核桃的话 每天大概两三个左右 腰果每天七个左右 杏仁每天八个左右 花生七个左右 他开心果八个左右 松子二十粒左右 瓜子类比如说像日葵种子或者是南瓜子 大概三十粒左右 挺好不是叫你以上全部的加起来 最关键的是 就是在你选择购买坚果的时候 OK 在市面上呢 你会很容易找到 就是对瘦身来讲 不太OK的那个坚果 有些是油炸 而且有些还会裹上 就是很多盐 很多糖 这些呢 你们就千万不要去选 我知道味道是感觉比较好吃 可是它的卡路里已经很高了 你为什么非要在瘦身的时候 还要再去选择那种 让它增加更多卡路里 还有增加你的肥胖几率的食物呢 所以呢我本身 喜欢购买的是一个台湾品牌 就是这个 果子 seeds life 它们是用低温烘焙 然后 添加人工色素 防腐剂 而且也没有额外加盐 加糖 所以是非常适合 就是正在要受神的我们 那么 我这里买的两包呢 是不同的哈 这个是综合坚果 综合坚果里面呢 它的成分就是有 药果 杏仁 果盒 还有桃夏威夷果 然后 这个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综合坚果 因为呢 在这一包里面 就有包括 杏仁 核桃 药果 半月莓 葡萄干 葵瓜子 南瓜子 以及松子 真的是太好了 因为如果你要同时 吃进这么多种的种类的 那个种子以及坚果的话呢 你需要分别买很多包 不知道那是多少钱吗 而且每一次吃 还要在这里抓一点 那里抓一点 那不是很不方便吗 所以这个果子 Six Life呢 它们的牌子就有这种 综合吧 然后还有一个 我真的是超级无敌 爱的这个 是它们刚刚推出的 叫做椰枣坚果 为什么它没有在这里呢 因为 已经被我们吃完了 我们在不到15分钟 我 我的孩子和我老公 一下子 就把那一包给干掉了 请看影片 这个呢 就是椰枣坚果 哈哈哈哈 我要试这个 哇 好方便 你看 它是一个一个单独包装的耶 你看它里面 有三个坚果 然后还有一个椰枣 椰枣呢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 马来人吃的枯嘛 可能你在餐与餐之间 就有一点点饿 可是又不那么饿的时候 你要吃什么安全的食物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你看里面有三颗这个坚果呢 就是提供蛋白质 然后椰枣呢 它也有很多维生素 以及各种营养 所以也可以帮助你通便 非常好的一个减肥零食 我喜欢这口感 太好了 非常外面的那些枣呢 就是那种 咬下去软软 然后里边呢 那个坚果有点脆口 所以呢 你咬下去就有不同层次的那一感觉 我觉得这个搭配太好了 它味道特别棒 你试试看吧 好棒 你要慢慢咬哦 为什么 因为坚果有点硬啊 小孩子吃的时候要注意 咬一咬 好吃吗 咦 好棒 咦 哦 原来这里不只是有坚果 太好了 好开心 我很喜欢的腰果 原来也有这个椰枣腰果 还有椰枣核桃 好太棒了 我现在就要吃这个 低温烘培的这个坚果和高温市面上高温烘培的有什么不同 好处就是在哪里呢 它们的这个低温烘培呢 是慢慢把那个坚果的水分给烤干 然后用最温和的方法保留这个坚果最原始的味道 这个呢 非常的耗食 也是最耗工的 可是 它 却是最能保持 保留它的营养的一个方法 重点是 它们每一个坚果呢 都是人工 手工 挑选的 我会看到好像那些 呃 摻杂 杂碎啊 然后不完整的坚果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不需要你出门 你只是需要呢 它这里有提供一个WhatsApp的号码 只是需要这个 输入这个WhatsApp的号码呢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跟它订购啦 你记得我吗 我简直放哦 好啦 送礼时间到 到底今天送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 果汁Sips Life的这个坚果 它们呢 将会选出三位幸运儿 每个幸运儿呢 会同时 获得 这个 综合坚果 综合法国 以及刚刚我说的那个 椰枣坚果 各一包 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在刚刚的影片里面 我有提到过 我们一家三口 在15分钟里面 就解决掉一整包的 是果汁Sips Life的 哪一个种类的坚果呢 这个影片底下呢 我会放一个链接 只需要点进去 然后回答以上的问题 那么你就会有机会 成为这幸运儿 还有 不要忘了 你填完这个表格之后 你要在我的YouTube这个影片下方留言 你要说 Hishiko 我已经填写表格咯 那么我就知道 你已经参与了 那记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然后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呢 那么请麻烦分享与点赞 好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今天我要做一个沙拉 是用我最喜欢的Avocado来做的 名字就叫牛油果芹菜番茄鸡蛋沙拉 嗯 顾名思义 你已经知道里面有什么材料了吧 好 现在先开始跟大家说一下 芹菜的部分呢 因为我一个人吃嘛 所以我就大概选了几根 吃一粒牛油果 牛油果你看到它的这个样子 已经呈现这种颜色 然后 你看咯 你把它这个 它这个不是一个头吗 一个地 轻轻的能够打开的话 那么就代表说这个已经可以食用了 而且你抓下去的时候 它是有一点点软的 然后还有Flat seed Chart seed 柠檬 蜂蜜 切瓣的小番茄 首先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芹菜的根部去掉 然后它叶子前面呢 你也可以去掉 不过不需要把它丢掉啦 因为还可以用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先去掉前后呢 因为你看咯 它们这里 芹菜的外皮 外围都会有一层比较粗糙 比较难咬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把它去掉 你看这些 然后很简单 就把它切碎 越细越好 然后这些叶子的部分也能够的切 好 就把它放在盘子里啦 然后放一边 Avocado可能很多人不会切 可是其实很简单的 先把它切一半 OK 这个有点不漂亮哦 你看到这黑色的地方嘛 这黑色的地方要给它去掉 首先我先把这个糊拿出来 这个糊要怎么拿呢 转一下 就好了 用一个勺 我不把它全部挖出来 我只是把这个 坏掉的地方 挖掉 在这里切 它很软 它很软 所以很容易切的 好 然后呢 刚才你的这个盘子 是吧 这样子 一轻轻就挖 耶 Avocado就出来咯 放在盘子上 放在盘子上 水煮蛋 把它切好吧 然后现在呢 挤一些铃铛 看你自己喜欢的那个 酸度 挤了之后它会倾向很多哟 蜂蜜 黑胡椒 一点点的海盐 这样不要吃 增加它的口感 增加它的口感 Tada 完成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 现在马上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不要忘了要按下旁边的响铃 那么你就能够在第一时间 得到我的资讯 接下来我将会继续为你分享瘦身秘诀 所以一定要留守我了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 麻烦分享一下 还有点赞咯 哇